110学年度的大学指定考试虽然不开放家长陪考 但是考量部分考生有接送的需求 市府交通局就开放各考场周边的红黄线 要给考生家长作为聆听的接送区 而里长说有不少里民的子女今年都有参加职考 这项交通方案正好派得上用场 为了防堵疫情 110年大学指定考试虽然不开放家长陪考 但是在各地的考区开放进入市场的时候 可以看到考生家长温馨接送的情形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 因为考量部分考生有接送的需求 市府交通局开放各区考场周边红黄线 也给考生家长作为聆听接送的地方 里长说有不少里民的子女参加职考 这项交通措施十分辨明 可以到那儿小孩的车可以进食庭 这是很好的正式 考场之一的新庄沟中感谢中平派出所警员们顶着炎热天气人间守岗位在现场指挥交通维护考场周边交通安全及秩序 在这边的交通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中平派出所的警察警官们 他们都有鼎力的来协助 来维持我们这边交通的顺畅 让学生能够顺利的进入考场 针对疫情警戒下降 不过指考还是有相关的防疫措施 必须要特别的注意 考生除了攜带有效的应试证件之外 必须全程戴上口罩 如果为着劝导不听者将扣减该节考试的全部成绩 记者黄又贤心中报道